通常我来到的时候都是很多是食物有吃不完的 然后还有那种纸袋 酒瓶 还有那种他们带那种冰块 白天有白天的困难 晚上有晚上的困难 吃很多那个垃圾都是他们在白天来吃下来的东西就是留到晚上来捡 有一些他们吃好的 他们就自己清理 但是有一些他们吃完了 他们就这样子就回去了 就把那垃圾就放在那边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把它清完 我们有那个WhatsApp Group 假如是我们有收到什么投诉垃圾忙 我们的那个负责人会打WhatsApp给我们知道 这最忙的是公共假期 在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 看着垃圾的时候 我确实有点心里有点不得心 但是说实在的 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非常喜欢这里 因为我在这边干了两年多了 因为太熟悉了 这里的人大多数都很有礼貌的 一般是都给你打招好 感觉到就是挺好嘛 我们的心情很激动嘛 因为就是星期下报应就是假如说 他没有瞧不起我们这个清洁工 对我们都是挺好的 没有说什么嘎的 就是我用啥我没有文化 就是语言有点不同 这样那个会 像你们会说英语 我有点接触不好 慢慢就现在可以 时间长了 所以另外我还得出来都不容易 都为了赚点钱 对吧 养家户口